大家好,今天是6月20日,星期四 明天是周五,接著是周末 一定有些影響,一兩日的市況 再加以六家咀的論壇 是繼續再開,一定有些招數出來 其實已經有些陸續出來了 大家會好看,這隻茅台突然間價格下跌了 有很多原因去說,其實有什麼都要說 阿爺不喜歡這些消費,故意炒上去 是嗎?這些消費是鼓吹消費 真是不行的 所以你不要說那些人又喝不喝,什麼事 茅台又依然買了來炒 你家的茅台不是買來炒,是等的 而且有空拿來看看 我家裡還有一瓶1950年代的茅台 價格上去到幾十萬 我喝不喝,我又不捨得喝 有機會賣掉它就最好 賣掉它出去做什麼呢? 捐掉它出去吧 就是這樣 好了,再去其次 今天市場,A股跌到狗 因為市場說,阿爺不減息,麻辣粉還是沒有動 這件事,國內很多人都猜到它今天不會減麻辣粉 為什麼要找麻辣粉來,又說不減,又影響市場呢? 其實最重要是,阿爺正在執政國內的公司 第一,阿爺正在追求一些以前騙稅的公司 追求幾年呢?追求30年,追求40年 追求30年,追求40年 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呢? 有私漏稅,是國家都不給的了 現在一撿之下,很多公司今年的盈利 會突然為了用偶回幾年之前的 流稅的東西,就會蝕到入獄的 所以小心,小心,小心 英國今次的查稅 而股價不是很大跌的 心下可以吸爛 股價大跌的那些 收貢,特別是很多細價股 跌到一隻狗 有些細價股的ETF已經到零了 因為很多細價股 就是投資流稅最多的 這些也是民企 所以不要到時候國退民進 或者國進民退 走資流稅,你就要退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 阿爺是很扶持 港股的 我今天那篇文裡面說 這個星期有四樣的主要變化 其中一樣變化就是 阿爺是可以有ETF 給國內人買港股的股票 這件事特別是看看國企 留意著 說完了 很簡單 一聲一聲一聲 只剩下這麼多 我們看看 五隻反派處 最多的地方是怎樣的 銀行 只是第六 現在就是第五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六甲櫃的東西是講金融的 這是有利於銀行股 所以這一點就做好了 煤炭股 就由第二十度 爬上第一位 沒有東西的 那些人又再炒一炒舊的東西 現在你看到了 基本上很多都會是升的 這升了 100%的藍藍資源 為什麼呢 因為它升了很多次 然後我們看看伴徒體 伴徒體一直都升的 這些伴徒體這幾天都是厲害的 因為爺爺是支撐伴徒體的工業 接著有公共事業 水電 也說過 爺爺是給水電加費 然後電訊服務 當然會有 為什麼呢 這些都是大牛歸來的 這些又派息好又派成好 這些都屬於 遵從爺爺說的 要羽民人民共富貴 所以一定會被人支持 那麼中而洞 那怎麼辦呢 過七字頭 八字頭 九字頭 100 就是這樣 這個銀行股 很簡單 就是這樣 基本上很多這些 所有大銀行 都會升的 好 先說一下個別股票 先說一下 很多大牛歸都是跌了 所以大的一片綠 能夠升的 有中芯國際 始終還是支持這個 支持這個是半導體協 這個海洋 這個海洋 海洋石油 工商銀行 又升 今天我推薦工商銀行 昨天推薦了建行 今天推薦工商銀行 好 我們看看 那個是 這個 什麼 看一件事 看看那個是 其子 其子今天呢 就是 昨天臨到拉美 第二次收市 就升了 上到那裏 成家是上升的 成家是上升的 成家後 今天有些回徒 只要守着 保利加工的中軸 是1315 那就可以了 有望可以再繼續向上 再上突破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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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197 現在不是 今年的高位 一定是 還會再上高位 好 接著我們看看 今天可以想著什麼 想著就是海豐國際